鳳先生,我來講一下,他們這很重要 十個醫生都認為說,你相信最後面的醫生 以前十個醫生是怎樣跟你講 我不是相信頭後面,說我是愛這個醫生 我是都不相信他 所以去相信他,說我不是的,是要做鴕鳥 可是我心裡面又覺得說,我應該是 所以我就開始找另類療法 我不去面對他,我不去接騙 我開始尋求另類療法,就想要醫住了癌症 因為我知道我應該是,我有這種懷疑 那一般... 你這另類療法是什麼? 一般知道自己是可能有癌症,還是斷定是癌症 一般第一個就是看生肌飲食 生肌飲食的第一個作為就是,他給你抽一滴血 放在血液精下面看 我告訴你,你看你的血液在賣的,你看看 因為他一直是癌症嘛 他們第一個建議是斷食 然後開始就是吃生的 告訴你說,你們家賭房別可以 吃青的,不要吃肉,吃菜 結果就跟牛羊吃草一樣 吃到膝蓋要冷氣了 後來我去... 你連治療的資格都沒有 對,太弱 後來他給我吃肉粿 讓我熱一點 那是一年以後的事情 那後來你怎麼做去做切片的? 我是拖一年嘛 我中間經過各種... 天方... 生肌還有什麼... 生肌還有什麼...催眠啊 催眠也有人講說,欸... 我買醫治癌症的,我也會相信 嗯... 啊... 還有什麼... 芳香療法啦 花精療法啦 用那個... 什麼... 精脈儀測啦 然後配那個藥分給你 回去喝啦 然後最離譜的齁 我現在覺得很丟臉喔 最離譜是放血 因為... 有個朋友介紹 說... 這個人是神醫啦 什麼癌症都可以醫啦 然後就是怎樣 他是... 人家拔罐齁 就像... 真空而已 點一個蟹給你蓋一下 他不是喔 他用馬達丟喔 哎唷喔 然後先在你的脊椎骨 脊椎骨靠近... 先刺對不對 脊椎骨靠近... 大概是... 後腰下面... 屁股這邊齁 先給你落一個印大概這麼大 每一個印裡面刺20針 總共八個印 一邊四個 然後用馬達抽 抽出... 總共每次大概抽 我換他200cc 會黑賴肥啦 我現在跟你說出來 你看... 有鋪喔 還整個角喔 你會拍片拿出來 我也相信耶 為什麼會相信這個你知道嗎 因為... 盧醫師等一下會講得很清楚 就是剛剛那兩個問題嘛 我才四十幾歲耶 對... 還要刺激了 對不對 竟然... 我的人生要變黑白耶 還會尿失禁 我怎麼敢去面對這個呢 所以我只好去找... 其他人的療法 而且有... 我們的朋友、親戚都講說 你... 開下去就走掉了 什麼開下去就走掉了 開下去就是再見啦 人生變黑白 大家都也這樣說 你是怕尿失禁 怕性功能嗎 都怕耶 我四十五歲而已 所以你來講打擊很大 我根本不敢面對嘛 所以... 人家只要... 人家只要跟我講什麼 我就去了 所以我... 現在回想起來是丟臉的 所以一年之後才切片 你那個什麼 放學那個花多少錢 現在忘了嘛 那麼久 八年了耶 那一條幾遍 放學放幾次 我看到... 我看到三四五歲 每個禮拜 你抽完之後尿失禁有改善嗎 沒有嘛 抽完是很奇怪啦 我有時候PS會降下來 比如說4點02變成三點幾 喔 慶祝大腿了 還要去4點多了 就這樣子搞了搞了一年嘛 你什麼時候才下定學心要切片 呃... 在拔罐 同時我還去看X診所 抗衰老嘛 他也說炎治療症 你害我XX那兩個要加掉 哈哈哈哈 他也說我們太太看了嚇死 他也去問 反正只要能用錢換的都去啦 對 那這兩個同時進行的時候呢 指數就是這樣子 往上走 有下有上 到了一年以後6點05啦 哇 那我想說我這鴕鳥不能再當了吧 所以我說 唉 那個院長 我跟他講說 我看我去切片好了 那 那個院長本來也是跟我講說 切片我有風險喔 等一下可以請教盧醫師啦 就是因為他這樣講 我本來要切都不敢切啦 所以切片有幾個風險啊 後來我到那時候6點幾的時候 終於自己想說我去切好了啦 面對他吧 切了以後 就死了 中獎了 第幾期 判預測啦 預測啦 預測是二期啦 那 預測實際上 後來病理報告出來是3A嘛 那我 3A前 我又整個掉到谷底去了 算很嚴重了耶 算很嚴重了耶 四期是末期喔 對 我那個時候 所以我聽到人家跟我講 很嚴重 我就走去了啦 變成恐慌症了啦 這個字不能講給我聽啦 很嚴重我就去了 你很害怕聽這種話 對 所以你當時還併發恐慌症 我 手術完大概一年半走不出來 不能睡啦 吃了真經濟也不能睡啦 每天就是 好像那個 所以 癌症沒有自己用死 怕就怕死 所以我們協會出了一本書啊 我們出了一本書啊 上面有一段話說 癌症 沒有你死啦 你是怕死的 大部分都怕死 對 怕擴散啊 你當時切片發現是3A的時候 你是想要去 不是 切片他們是預測 醫生都是預測嘛 你隨機取樣嘛 預測是二期啦 你當時想要去哈佛 美國哈佛 哈佛醫學院開刀的時候 請問你預估要花多少錢 一百 不是預估 他已經報價了一百 一百萬 是 當年了八年前了 十數價開刀 沒有啊 手術費你啊 手術費 台灣有一個醫生跟你講說癌症啊 他就可信啊 我怕他啊 他為什麼跟我講癌症 別人都不講 我會 我會 疾病會員醫啊 逃避他啊 因為那些醫生看著臉上寫著 你 不 不相信會有那個 所以他們一定講你愛聽的話 不是啦 那個就是 自己逃避啦 我不曉得 盧醫師你的看法是怎樣 這十個醫生 都有給我很盡責的肝門止診 有醫生是 但是不給你肝門止診 他們都止診了 可是他們跟我講說 軟軟的啊 正常啊 然後每個人都跟我講 四十幾歲 我也有問題了 因為事實上 診斷社會腺癌 就是靠兩個 最主要是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抽血 PSA 就剛剛講的這個 社會腺特異抗原 社會腺特異抗原 如果是比較偏高 那這時候就考慮做切片 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 我在之前也有發現 有四十五歲的病人 有診斷是社會腺癌 其實已經確定了 四十五歲 那現在這個社會腺癌的發生 所以四十五歲也會得對不對 有可能會得 因為現在發生 我們現在發現 他發生的這個年齡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以前很少說五十歲以下 會得到社會腺癌的 會診斷出社會腺癌 現在我們慢慢 在我們的臨床上就看到 是因為壓力嗎 還是怎樣 塑化劑 這很多因素 塑化劑是會縮小 不是會腫大 很多因素 為什麼 因為癌症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多因素的 生活習慣 多因素的 從這個基因 基因是一個因素 再來呢 環境 環境 這是一個因素 還有就是說 本身的這個 精神上的壓力呢 壓力就會讓人體的免疫系統 受到它的功能會變得比較低 黃先生你後來當研判 有可能是二期 後來說是病理切片證實是3A的時候 你當時就直接想要去美國開刀 不是 病理的意思就是說 你手術碗以後 那個切除了部分 百分之百切 那就不是充檢 所以你二期的時候 你就已經 決定要開刀了 當然 當然要開刀 二期我當然很高興 因為 你等一下可以請教盧醫師 二期是算沒有跑出來 沒有跑出社會線的範圍 所以 根治的比例很高 據說 那個書上寫是說 80% 二期80%根治 跟癌症說再見 可是 當我一聽到 我是3A的時候 就已經 跑到那個社會線的表面了 那我又快昏倒了 就是跑出社會線的包膜 那這怎麼得啊 這跟你拖一年沒有關係 對 有 有啦 拖了拖了 也很難說 那因為 他是把你整個社會線拿下來以後 去化驗以後 發現這癌細胞有跑出包膜 社會線的外面的這個包膜 那你為什麼當時一天敢4個醫生呢 就是 你說求醫 對啊 你說40 46歲那時候 一天內 趕場4位醫生 因為 因為 這個確定是癌症了嘛 就要找一個好的醫生嘛 對 那問題是尿失禁 跟這個性功能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因為如果是二級 割掉就沒事了 可是這兩個問題怎麼辦呢 那 書上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 美國那個時候 就是八年前那個時候 大概已經二十年前 就是二十八年前 美國就已經有醫生 發明性神經保留素了 可是那個像盧醫師講的 這是高深的學問 那我第一個醫生怎麼跟我講呢 我問說 啊我的性功能怎麼樣 他說 嗯 掛掉就沒了 又性功能怎麼樣 清天霹靂 我告訴我 欸 晚上有性神先保留素 他說 哎 理論而已 怎麼可能 我就去美國去看 神經跟它 剪刀柔柔柔 對不對 沒水切到回去 怎麼可能保留 他不行 他不跟你說他不行 哈哈哈哈 我們知道了 我們趕走 對 然後另外 我們趕走 可怕 第二個 後來又有一個好朋友介紹 他的表哥 職業三十年 大醫院職業三十年 我趕快去囉 他看我的那個切片包 喔 這真嚴重 嗯 怎麼這樣 理記怎麼嚴重 說 XXX 掛掉 哈哈哈哈 搞完又割掉 還要割掉 好好好 理記怎麼會 就這樣 怎麼會割 喔那是根治喔 那是根治 你就是講喔 你就是講喔 這叫荷爾蒙治療法 嗯嗯 二期怎麼會做這個 就跟我這樣講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對 我不能講哪一家 我就說 可是醫生我請問一下喔 書上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打針 阻斷荷爾蒙分泌 跟切鎬丸是一樣的嗎 他看人知道嗎 對啦 差不多啦 都可以啦 可是後來我怎麼想 當然我是預測啦 盧醫師 你 我不曉得 我的預測是怎麼樣 開桌有獎金嗎 他的費用不一樣 他收取的費用不一樣 我們請盧醫師講 為什麼這個切鎬丸 為什麼要切鎬丸 為什麼要切鎬丸 沒有你二期不會去切鎬丸 他跟我切 因為受腺癌的治療來講喔 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那一般來講就是 原則上第一第二期可以做 整個就是做我們叫局部的治療 什麼叫局部治療 就是說不是全身性的治療 那局部性的治療就是說 我們有幾個方法 一個就是做開刀 那開刀是把攝護腺把它整個切除掉 然後還有後面有除筋囊 也要把它切除掉 那如果說不適合開刀的病人 那可以用這個放射線治療 放射線治療 所以盧醫師他問的是說 那個醫生為什麼連鎬都要割呢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第三期第四期 第三期第四期才會考慮做所謂的荷爾蒙治療 那荷爾蒙治療包括像鎬丸切除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呢還有就是打針 打一種叫下十秋吉祖 可是他只有二期呢 二期所以我剛剛在問他為什麼 那你後來 那請問一下黃先生 你後來到底割了哪些東西 哈哈哈哈 有什麼東西還在 哈哈哈哈 這個盧醫師剛才有講了嘛 就是 社戶線拿掉 除菁囊 所以只有社戶線拿掉而已 還除菁囊 不是不是不是 社戶線跟除菁囊 除菁囊都拿掉 除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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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戶線還有後面的除菁囊 那當然會做淋巴線的災除 是 加古盆腔的淋巴線 所以你決定動到的前一晚一定不好睡 當然不好睡 可是我順便把它講完 你看喔 盧醫師也講說匪夷所思嘛 我是早期的 你幫我開刀就好了 為什麼要割我的鎬丸呢 當然我也會跑到背了嘛 跑到背了 什麼就好了 跑到背了 可是我 我還要再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你們說 盧醫師剛才講說 這不可能為什麼要跟你切鎬丸 我再舉一個實例 發生我們病友身上 這個實例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再進攻 好來 先休息 等一下你找個以前 會列個表給我們 對啊 不公開 不公開 閃開 直接繞到 直接繞到